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法蝶国际有限公司 法蝶珠宝的二代接班人李韩宁 以及李佑宁来接受我们人物专访 欢迎两位 哈喽 哈喽 两位很年轻又很漂亮 你也是 你是真的高兴的 想要先请两位跟大家分享 那法蝶珠宝的这个名称来源是什么呢 法蝶珠宝 法蝶呢就是法国的蝴蝶 那我们要娶蝴蝶是因为人生当中一个女人 她蜕变的一个过程 就是她可能从一个猫猫虫 一个小女孩 然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喜怒哀乐 这些事情她都全然的接受 然后她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 所以是一个很浪漫 然后很有幸福感的一个画面 是 这意义很深远 就是带上专介就变小女孩变大女人之类的 对对对对 马上会变 故事性存在 没错 那其实因为两位都是二代接班人 就是据我所知 爸爸妈妈 是从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创业 后来进行到珠宝 然后到百货业展柜 到现在的成就 已经成立40周年了 对 那你们在这个接班的过程当中 这个意愿程度是高的吗 以及为什么要接班呢 意愿程度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是从小就是很习惯这个环境 所以就觉得好像在这里面也蛮舒服的 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就一直这样做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应该是说可能父母也没有真的很放手 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真的很投入 所以彼此之间就是 他可能是负责他的行销 我就做我的商品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各做各的 然后也不太想要有任何的交集 但是后来因为去年我们一起去上课 后来发现其实我们两个 其实都是很在意彼此的 然后也觉得以前可能有些状态是需要去调整的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起去上课以后 我觉得我的妈妈有比较 就是比较放手的 其实他其实前几年就已经不太管很多事情 都交由我出 因为比如说买财购啦 什么杀价都无罪惠的 他都不好意思以前都买什么卖什么 所以他都不太会杀价 所以就交 后来就交给我 然后就是 然后一直到就是 因为Fiona也真的愿意 就是我们彼此开放之后 我们就会想怎么样去调整 一直把公司就是 就是看能够怎么样往前进 因为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尤其是 从以前很雷曼啊什么什么 一直到现在疫情 甚至都觉得好像已经到谷底 那种地线没有 还会一直在往下沉的感觉 所以 其实以前会觉得好像应不应该 或没有去在乎其他事情 可是现在就会觉得 就是想要做 对 就是认真觉得这个是一个目标 我们一定要去达成 然后其实我们超串的好不好 哈哈哈 他40年 然后我就想说 天呐40年 41、42 到底是 我们不知道可以这几年 心意大力的力很大 那你们在刚开始接班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什么困难点吗 我们的困难点 我们的困难点 我是从脑就迷问我 好多跑出来 很多的困难点 第一你看我们40周年 意思是 有40年的这个历史 跟过去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 跟过去的这个框架好了 那我们要新的力量要进来 然后要去做一些转变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因为大家根深蒂固 可能有一些run了很久的事情 那可能或许在现在 以前可能有效 现在可能稍微 真的要做一些转变才有机会 那我们现在要做 就会是好像一个大船 要转弯那种感觉 真的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然后它可能会很慢很慢 但是我们会觉得 我们还是要做这个转变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 就是在于过去的一些 一些旧友的一些方式 我们现在要换方式的时候 人员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啊 以前这样子不是就好了吗 那就会有很多这种声音进来 那我们也会觉得 对啦我们Stay在原地很简单 很舒服 继续Stay在原地舒适圈 可是我们就永远站在这里 我们就没办法前进 所以我们说好 我们咬着咬 我们也要 使讯转过去 转过去 所以要很大量的沟通 彼此的沟通 团队内部沟通 然后再来外部的沟通 一个一个沟通 就觉得 哇真是不容易 但是一沟通了 然后真的跨出去 实际行动后 发现也没这么难 因为大家就穿过去了 然后就前进 所以一次一次这样子 就是一直有往前进 然后一次一次的困难 我们穿过去突破 就好有成就感 所以那甜头长到之后 你就觉得好 你会害怕 下次再看到一个 好像一个困难来 你就觉得 欸没关系我拥抱他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 但是还是会害怕啦 很害怕 但是那怕怕时间缩短 对那种感觉很兴奋 现在跟你讲一讲 我就好兴奋 真的就是 我觉得是在地品牌 这么多年 要打破旧的思维 包括员工卖快 可能就很难 对因为你要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要转型 要经历现在的世代 对 其实老员工他其实 不太能了解的 没错 对 但我觉得你们很棒 是你们打破了 然后进而转过去了 对 让他们感受到改变 甚至是 他们会觉得说 欸做这件事情很棒欸 为什么以前不做呢 还好我听老板的话 我转过去了 包括爸爸妈妈 就是老老板们 应该自己心里也很放心 你讲到一点 以前他们就会觉得说 都会一直抱怨说 我们怎么都没做好啊 要做这个做那个 就会盯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现在其实我们真的是一路革命 我们真的一路革命 因为一开始他们一定 会用他们旧有的方式 在看这件事情 他们以前都怎么处理好 对 还有觉得我们怎么用不同的方式 他们会觉得这样子可行吗 但是结果下来 他们发现原来我们的方式 大部分是可行的时候 他们现在就越来越有信心了 所以他们就会交给我们去做 所以慢慢的就会开始 能够真的可以把他接班起来的感觉 因为这中间已经遇到过太多的困难 包括疫情就是 我觉得疫情是很大的 那好惨喔 对啊 可是我们今天面对了也解决他 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创新的idea 所以加入进去或许让在地的老品牌 可以重新活跃起来 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对 这其实有点牵扯到你们的核心里面是 以爱与传承来进行 包括就是Tiffany也会常常到 国外去进行采购等等的 意大利啊等等 其实你们对于商品的要求是很高的 以及它的实用性等等 这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我每次出国看展 都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除了当然就是买东西买货 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把那个国家那个特色 它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其实一个东西会产生 它一定有它的背景 它的历史 它所有的一切 甚至它的精工 它的工艺 我觉得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国家真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最开心 就是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然后告诉台湾的消费者 有这些东西有新发现 那不管今天这个东西 他们喜欢或不喜欢 多数我觉得我们多数都成功的 我觉得目前来讲 因为可能我们也在公司一阵子时间 也大概知道台湾的消费者喜欢些什么 所以我们尽量挑选一些 可能适合他们 但有时候也是要刺激一下他们 觉得哪些东西是适合的 那当然爸爸妈妈会支持我们 就是如果我买错了 他就认了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从不同的把国家里面的东西都带进来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就是除了别的国家的文化跟我们的冲击 然后我们自己除了有型的商品 今天我买了这个东西 但是我其实可能里面有其他的故事性 有其他的一些意义 想要传达给小孩子 或者是传达给送的那个对象 不会只是说今天我就是送你 好像珠宝就是很贵 那也许我今天其实还有把我里面想要传达给你们 我的爱我的幸福 就是从有心的东西到无心 是怎么样传递出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着重在 我们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是幸福起义 是 应该说你们想要让这份商品不只是商品 它其实是很多意义存在 没错 包括像你们今天带到的商品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你们不只是漂亮以外 你们包括戴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啊 以及长度等等 你都是经过很多的考量的 其实像这个项链我觉得就是蛮受欢迎的 就是因为它接很方便 我觉得我一定要展示一下这个 因为你知道其实女生戴项链 戴手链最害怕就是 欸找不到那个后面的头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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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找不到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长度就是 也是经由我们不断的测试 欸可能短的 欸这边刚刚好 然后发现有点长 然后甚至这个其实还可以有个变化 就是它可以做外字链的造型 其实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产品 我们自己都是经过尝试 因为也是经过消费者会跟我们说 欸这东西应该怎么样 可能今天就可以变成一个像 很吸引人就是它的好带 实用还有就是当然就是还有价钱是一个蛮重要的 对 因为你们包括是就算采购进来的东西 像是你还跟员工有完整的教育训练 让他可以好好的去跟客户解说 产品的特性以及他的故事所在 对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就是创造一个东西不是只是一个商品 是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 因为有时候你不说 其实对方不会指导 就像我不说我爱你 你怎么知道我爱你 没错没错 因为我觉得有融入一些故事性 以及它的你们的用心之处 会让消费者更能体会 哦原来这个商品是这样 我好想买它 那或许他可能接男朋友来买 把一样的故事告诉女朋友 真的 你知道我们很多这种经验 对我前几天就遇到一个 哇好棒 他也可以把这个学回去跟女朋友讲 求婚的时候也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那个客人他在沉浸在自己幸福里面的时候 他买什么东西他都是开心的 是微笑的 因为我那天真的遇到一个客人就是 他就是要送女朋友的东西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就一直很开心 就觉得他买这个东西 不管怎么他就想到那个女生 就会感觉到那个画面 就是他就是很甜蜜的感觉 脑海里只有她的 这也是你们的标语 对 幸福传承 幸福传承 就是让这个传递下去 当然也是一个传承 包括把妈妈交到你们的手上 然后把它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再传承下去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这会让你的商品更有温度 对 我觉得有温度有意义的商品 对消费者来说才是最大的 送礼的支出的意义所在 对不然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 没有带任何的意义所在 就是有高级感 但是不清净 对啊 有点像是冰山美人 对对对对 那在这么多来来回回的顾客当中 因为毕竟已经成立40周年了 那有没有什么顾客的回馈 是让你们觉得 你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往上跌升的 有耶 有一个主顾客 我们因为有机会去拜访他 然后他也很愿意让我们还进到他的家里面 然后跟我们介绍他过去 他所爱的法碟珠宝的这些一系列他购买的这些商品 说你看就是这个我好喜欢 为什么我喜欢他 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听他分享 我们其实也很感动 原来我们选的商品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严格的把关 然后一个一个去看 一个一个去摸 配戴 然后觉得这个会是适合想要带回台湾 给台湾消费者的 原来客人收到后 他佩戴后的那个幸福感 我们就觉得哇 我都觉得很幸福 从客人口中说他好喜欢 因为你们这个设计感 这个故事感 让我现在留着 未来还可以留给他的女儿 然后这样子的传承 所以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 从客人的口中亲自告诉我们 这个商品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后来我们也有机会 又再度的跟这个主顾客又有接触 我们就把一些商品跟他分享说 您帮我们看一看 就是这个商品你觉得如何 然后他就觉得他很被重视 我说因为您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您过去对我们的肯定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今天这些新的商品 我们先让你来鉴赏看看 请你给我们一些建议 哇他就觉得 原来我们这么在意他 他就对 然后他就佩戴起来 他就跟我们说 我觉得这个感觉佩戴在哪一只手上面 哪个东西比较好看 哪个东西不要 哪个东西可以稍微赶 我说好我们可以去跟设计师沟通 再次做一个调整 然后整个过程我们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听到客人亲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怎么样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可是你们也很特别 第一次听到有老板就是还可以跟顾客做接触 然后进而询问他们意见 其实我们以前没有想 因为以前都是同事会跟他们接触 然后后来我们觉得应该要自己去了解他们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透过别人去了解客人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客人的想法 有可能是同事之间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到底是哪些客人 然后他们也找了一些 就刚刚那个像那个刘小姐 就是我们去他们家待了2.5个小时 每次去都两个半小时 他请我们喝咖啡 请我们吃甜点 可是其实你们也是从中获得很多啊 真的 因为我觉得有聆听顾客的意见的话 对品牌来讲是很重要的 你才知道你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善 包括是我听到的是你们连负面的评价 其实你们也都是照单全收 然后进而去学习怎么改进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样将负面转成正面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错 因为我觉得愿意广纳接受意见的品牌 他一定会慢慢成长 细水长流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相信他会想反应 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因为他如果今天不讲 其实他也可以不要讲 他就以后对法碟就是打叉叉 可是他今天愿意讲了 我觉得我们就要去了解 这中间到底是我们有哪个环节出错 然后后来才发现 居然我们会做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其实 我觉得很感谢那客人 真的我们就跟他说 真的非常感谢他告诉我们 然后他也变得很不好意思说 对所以有顾客跟我们反映一些 商品的事情 或是一些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乐意听 然后去跟客户做后续的一个服务跟解说 他们就觉得哇 法碟很觉得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大部分会觉得 尽量避免 然后逃避或什么 但我觉得我们愿意去接受 去embrace 客人要给我们的这些 不管是建议也好 或是他们的体验 因为客户体验就是我们最想听的 没错你们拥抱这些负面的 对我们才能 自己转成正面的 自己转成正面的 对我们就可以往前冲 对 是 再先请两位跟大家分享 未来法碟的短中长期规划吗 短中长期我们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人 跟人有关 我们除了就是幸福传承跟客户 把这个幸福传递 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幸福企业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团队很重要 那当然团队是怎么组成 就是由个人去组成 所以我们会接下来会做的事情 就是依照个人 他的优势跟个人去发展 他的一些长处 然后让他有机会 有个平台让他能够发光 我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有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今天我们 即使今天你是专柜人员 在做销售 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不是只是销售而已 你还可以去做新的尝试 例如你可以去做行销的尝试 那我们过去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任务的挑战 那有些同事就愿意挑战 挑战之后他们发现 原来他自己可以做得这么好 他自己从来不晓得 因为这样子增加了他的自信 结果他在现场的销售 就让他业绩是这样子一直往上爬 所以自信心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会有自信 是因为他找到他的地位 他找到原来我可以在这里发光发热 所以法碟接下来会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人员还有员工的个人发展 跟他有在法碟有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去尝试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 我觉得法碟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让大家都可以发挥 就是一个舞台跟平台 所以我们接下来员工 我们会做的就是一个一个每一个人 我们都希望他找到他在法碟的定位 然后也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尝试不同的位置 他就会觉得原来其实他是可以各方面发展 而不是他只能停留在那个地方 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无限的 然后你愿意给他空间他就可以发展的越大 所以我们不想要局限任何人 我们希望是大家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我觉得这样很棒 或许在从这些员工当中你会找到新的可能性 对 然后可能是帮助法碟这个品牌更茁壮 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决定 可以让员工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对 没错 这样品牌在茁壮也不是不无可能 对 那如果今天有个年轻人跟两位一样 他不一定是接班 他可能是想要踏入这个珠宝的创业领域 你会有给他什么建议呢 就是要坚持 很认真 因为其实我觉得要放弃都是很容易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应该说 因为我们比较幸运 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这个平台 但是我不确定说 其他人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他今天跟我一样 或许我觉得对他来讲会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他今天跟我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会相对非常辛苦 因为珠宝本身他的投资成本就很高 那他或许他有他的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或许他有认识这些其他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也是可以做 是我们没有做的商业模式也是可以 那他就是要自己去尝试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认真跟坚持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认真坚持 那Biona呢 我觉得热情很重要 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热情 因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工作 一定会碰到困难 那在这个困难的当中 你如何的去穿过去 就是你初心 你的初心 然后你是不是有这个热情 那当你有这个热情的时候 即使再难你都会咬着牙往前 其实像我们一定做什么事都会有失败有成功 那其实回头看 他是一个轨迹 你会看到原来我走到这了 那我不放心 那我就继续往前 往前持续的去行动 因为我们总不能就停在这边 我们就持续的行动 然后向着那个标杆就是好 我要走到那里去 那我就努力的继续执行 其实有错误有失败 我就继续往前 所以这个热情这个初心要常常回到这个初心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就是有这个热情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有这个动力在我目前 我总结一下 其实两位的意见 当然就是要想清楚再踏进来 那我当然 当然第一点就是 专业知识要够嘛 如果你对住房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那踏价其实不容易 再来是热情要够 对你热情不够做这些事情 你会觉得没有灵魂的在尽兴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坚持不放弃 那当然慢慢走 就像把蝶走到现在40年了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改变 对那要适时的接受 那才会让品牌继续往前走 那也相信下一个40年 然后再接班 对对对 我们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对对 要把自己的儿女就是带进来 对以前看不见 我们小孩已经有说 那个你要好好做哦 以后我要去你们公司上班 对对对 还有小孩问说 你们业绩现在怎么样 还小学就问说你们业绩 我觉得他有在 他有在观察妈妈们在这个公司里面的 我觉得他们是有感受 才会讲出这些东西 他们未来是真的想要接手 所以他说现在把我的底肌打好 打好一点哦 对对对 妈妈加油 对很可爱 那我今天跟两位谈 我也觉得很开心 听到这么精彩的故事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也很棒的是 你们愿意接手 因为现在不是所有年轻人 都愿意接手家里的事业 那当然你们是看到爸爸妈妈的辛苦 那他们当然也不舍你们 所以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一定会不太是 不太想要放手 对 那我相信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辛苦走过来 知道如果今天我两个女儿如果受了这样辛苦 要怎么办 所以他会慢慢的推给你们 那当然当中 你一看到你们的改变 所以才愿意放手让人 但确实也做出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在选品以及行销方面等等 都一定是达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才愿意更棒的 去做 对 现在比较少 比较少 比较少 就整整他们 他说我不管了 你们决定吧 哈哈哈哈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看下来 就是很符合你们的品牌精神 就是传承跟爱嘛 相信你们爱你们 所以把这件事传承给你们 那希望你们接下来传来更多人 把你们的核心理念精神 也可以让客户知道 那我相信法典是可以永久存在的 对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很精彩 谢谢 那我们再次感谢法典国际有限公司 法典珠宝的二代接班人 李韩宁以及李佑宁 来接受我们任务专榜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